华强北遭受电商打击 iPhone二手机严重自销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强北阿赖 每天我都会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市场淘机 顺便带大家了解一下部分机型的行情 我们先来到厂城市场七楼挑选一些国行的机器 首先是帮广西青州的一位老铁挑选一台 十二波罗 亮报16G的黑色 这位老铁也是关注了我好久 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问 一直等跌价 前几天刚发了工资就毫不犹豫的找我入手了 国行的机器不像美版的那么多 国行手机大多数都是通过国内回收区道流通而来的 就比于有名的爱回收 所以可挑选的机子并不多 我手里的这台十二波罗 也是基本方便了整个长城市场才挑到的亮货 外观无磕碰无划痕 电池还有95 像这种外观橙色高高亮的机子 现在国行的市场行情价在四千五六的价格就能拿到手 再来拿一台十三两百十六G国行的粉色 电池效率还有一百 而且还在保三百多天 再来确验一下外观是否有磕碰 因为外观都是离贵不保的 当场要确验好 再简单测试一下功能 回到家再深入的检测 像这种无磕碰无瓦痕外观橙色高高亮的机子 现在256G市场行情价在五千左右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手 六八活动即将来临 某宝 某PIN 某东等等电商平台都在发力 各种优移券 一套组合权下来全新机价格都接近二手机了 所以不瞒大家说 十三系列可以直接买全新的了 然后这台是iPhone 11 128G的白色 11可以说是XR的第二代 采用A13的处理器 效量很好的一款机型 距离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三年 现在还依旧有全新机卖 可想而知苹果11是多么的畅销 像这种无磕碰无瓦痕外观橙色高高亮的机子 国航64G价格在两千五 128G的价格在两千八 256G的价格在三千亿就可以拿到手 最后感谢各位收伴的支持 我会用心选好每一台机器 辅入好每一位客户